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洛杉湖 平昆眼镜 一旁木吉他 再加上一顶红色棒球帽 在中央民族大学 有不少学生都见过这样一位老美 在校园一角弹唱歌曲 他就是马克利文 今年72岁的马克利文 来到中国已有16年 在此之前 他是一位有着博士学历的社会学家 并且在美国的社会公益组织 做全职志愿者近30年 我到了1970年里 我终于了学生的世界 我当时已成为全联系历织 我成为社会统集的工作人员 我2015年 我曾经加入中国 我曾经在很多地方选择工作 初见中国 马克利文选择去江苏淮安 也正是在淮安的两年时间里 他做出一个决定要留在中国 为什么我去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书类的书类印象很大 书类的书类的书类 因为书类的书类学校 在书类学校的书类学校 中央民主书类学校的书类学校 所以我看了所有的书类学校 我说我应该去的书类学校 我非常享受 我只是一年来 但在那一年我认为我会留下 2007年 马克利文收邀来到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英美国家历史文化、英语辩论及演讲至今 也借着去外地参加演讲和辩论赛的机会 他游历了中国的29个省区 并创作了70多首跟中国相关的歌曲 期间他也遇到了一位音乐搭档 组成了秀外惠中组合 在中国各地进行音乐表演 我并不知道你们能看到我 但有一个美丽的画 这是我和我的音乐伴侣 她叫Fuhan 她演员阿湖 她是从湖北省 然后她变成了我的官员 所以我成为了很多演员 我能够讨论更多 学习更多中国 写更多歌曲 在马克利文的音乐中 会听见一个千姿百态的中国 她唱游历中遇到的美食 鸡爪 鸭脖 猪耳朵 唱在北京认识的 形形色色的北飘人 她唱汶川地震带来的悲伤 也写人们如何重置沉沉 抗击新冠肺炎 她歌唱旅途中遇到的美丽分光 也会唱日心月意的社会面前 我写了一首歌 有几个人要试着车 高速车 高速车 慢的24分车 在一旦是我的故事 在另一旦是中国故事 而不是中国故事 因为它从我来自从 但它们是我的观点 它们在进行我的观点 来到中国 才发现这里跟以前了解的不一样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马克利文也写了一本书《我的中国故事》 讲述他眼中的中国 在2014年 他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 并在2016年拿到了中国绿塔 2016年 时隔10年 马克利文再次回到淮安 平地而起的高楼 宽阔的街道和新修建的体育场 但他一时没有认出 这竟是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在他看来 淮安的变化并不特殊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各地都在高速发展 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为此 马克利文也创作出一首新歌 唱出他的感受 《The Very Bright Ahead》 led by the CPC 和MCA 《The Very Bright Ahead》 和MCA 《The Very Bright Ahead》 和MCA